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我们来做奶香白豆沙月饼 先来做豆沙馅 白腰豆 200克 隔夜泡水 第二天,豆子泡开了 洗净后倒入高压锅里 加水没过豆子 大火烧开,上汽后火调小,压20分钟 20分钟后,关火 蒸汽自然散去,打开盖子 豆子已经完全软 控去多余的水分,不然你炒豆渣的时候要炒很久 放入搅碎机里 打碎 不需要过筛,直接放入不粘锅里 分两次放入油 开脆小火 馅料已经是半干的状态了,炒起来很快 炒开之后,分两次放入糖 最后炒到这个状态就好了 我一共炒了12分钟 盖上保鲜纸,防止表面变干 然后室温放凉 跟传统的做法不同,这个饼皮是用黄油来做的 冰箱里直接取出的黄油切成小块 微波炉里加热40秒 黄油变软 下面有一小部分融化 这个状态刚刚好 注意不要让黄油全部融化了 加入糖粉 低速拌匀之后用高速打发 中途把盆子边边刮一下 打发结束后,黄油的颜色变白了 一共打了3-4分钟 放入蛋黄,香草精 和蜂蜜 用搅拌机把这些材料打均匀 最后筛入奶粉和低筋面粉 还是用搅拌机 低速搅拌均匀 拌匀之后的面团是有一点软 但是一点都不会粘手 搅拌均匀 醒面15分钟 面团醒过之后会稍微变硬一点点 变成不软不硬的面团 月饼包起来非常容易 趁这个功夫分割馅料 25克一个 我们来分割面团 这个配方可以做17个月饼 我们来分割面团 也是25克一个 滚圆 开始包月饼 包之前呢 我给你看看面团的状态 它没有筋性 一掰就开了 指头压下去就是一个坑 很容易塑形 而且不软不硬呢 你操作起来很容易 你看啊,面团处理好了 后面的包月饼 压模具 烤月饼 都是顺其自然 水到去成的 在手里压一个小碗的形状 放入馅料 虎口收口 不要把空气包进去就好 滚圆 一点点玉米淀粉 50克的模具 沾上淀粉 然后刷去多余 月饼模具上只有薄薄的一层淀粉 月饼上也薄薄的拍一层淀粉 搓细一点 放入模具 模具放到烤盘上你想要的位置 左手固定底座 然后依次压到位 用手轻轻松开把手 让月饼表面和模具分离 然后把月饼退出模具 你这样子压月饼呢 每次都可以压出纹路清晰 形状饱满的月饼 一个蛋黄 加一小勺水 刷在月饼表面的花纹上 这种平头的刷子比较好用 用双烤盘防止底部颜色上色太快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375华氏度或者190摄氏度 一共烤16分钟 中间8分钟的时候 拿出来刷第二层蛋液 再放入烤箱 继续烤8分钟 月饼上色特别快 你小心不要烤糊了 月饼烤好了 不等它放凉 还有一点烫手的时候 就把它密封起来 这样子你的月饼不会硬 放一张厨房纸 吸收水汽 第二天打开饭盒 经过了一个晚上的回油 月饼的颜色红亮红亮的 非常好看 摆开一个看看里面 香甜的白豆沙 跟红豆沙的口感相似 但是更清淡一点 月饼皮里用了黄油 奶粉和香草精 不管是吃起来 还是闻起来 都是奶香味十足的 它的质地是非常酥软的 轻轻给一点力 就散落开了 这个月饼配方 食材容易获取 制作过程简单 月饼纹路清晰 烤熟回油之后 颜色红亮 吃到嘴里 就更有满足感了 祝大家中秋节愉快 我是小高姐 我们下集再见